20日台灣新增107例本土個案 確診人數創下三級警戒來新低 死亡人數也下降到只有11例 但另一方面接種疫苗後死亡的人數 卻還是不斷增加 指揮官陳時中坦言 已經出現環打潮 新增的8件裡面 都是在接種後4天內發生 那15例是75歲以上的長者 那到目前為止 就是這些個案大多數都是高齡長者 而且有慢性疾病 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這個有回顧跟解剖的病例 都沒有跟這個疫苗有相關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要提醒 就是有關長者在接種 需要特別注意自己身體的狀況 還是強調接種疫苗的必要性 不過現在美國送了250萬劑莫德納疫苗 總數比AZ還要多 民眾是否能夠自行選擇疫苗廠牌 在我們的地方政府 在施打的時候 會根據他一些儲備 就是說怎麼樣的一個冷鏈的情況 那提供可能會不同的疫苗 那當然現在目前還有一個存量的問題 所以這個我們要經過跟我們地方政府 大家來商量說怎麼樣的配置 對地方是最方便的 至於有哪些人可以打到莫德納 指揮中心表示孕婦沒有問題 我想這個大概就是說要往下開 那當然我想六十五歲以上是我們的一個目標的族群 那孕婦會在我們這一波裡面考量 那沒有問題 但並不是強迫或說只能打 什麼樣品牌的疫苗 他還是要根據他的一個需要 然後跟醫師討論 接種新順序朝兩方向進行 一是針對第七類對象擴大或是年齡層往下 目前傾向開放第八類65到74歲長者接種 至於外界也好奇 AZ能不能夠跟莫德納混打 有一些國家現在在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也準備開始在做 那我們當然也會持續密切注意這樣的一個發展 目前台灣的疫苗覆蓋率大約是6.4% 距離群體免疫目標還有一大截 据中心表示現在也透過COVAX平台 爭取Novavax 希望能夠有更多疫苗 盡快讓民眾都能施打 華語新聞 惠弘與黃明辰 台北報導